日本将会组建一支新的两栖部队并且计划部署侦察机 作为应对中国不断增强军力的新防务计划的组成部分 这些计划被立入在星期三公布的新安全战略及防务指针草案 日本内阁将会在下个星期批准这项计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就帮助确定日本国家安全的方向来说 新防卫计划将会是历史性 新安全战略及防务指针草案警告 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 从而特别提到北京新设立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 这个防空识别区丐陷日本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倒缀 为加强该地区的防务新安全战略及防务指针草案 建议在南部冲成岛的那霸空军基地建立一支两栖部队 并且建议在这个基地部署侦察机和早期预警飞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